有一點怕你又被控制了嗎 開始了嗎 沒有 因為我是之前演舞台去的時候 演到第六場吧 然後在樓梯上就是整個扭下來 腳就折裂了 所以任代目前還是裂掉了 然後因為我後面四場就硬撐著上去表演完 所以好像就有加劇它的樂化這樣 所以最近剛好在休息 就順便把腳上養好 因為是不太能穿稿跟寫 所以剛剛為了漂亮硬穿了一下 對 才想說現在換過來讓它休息 現在就是一直去看中醫啊 或是吃藥啊 但是就是有慢慢在康復 只是還不太能跑跳 所以是中醫師 因為我就是中醫師 所以我原本前期都是看洗衣 然後現在就是靠中醫的針灸 把它慢慢恢復這樣 這多久了 呃 舞台區那時候幾月啊 我真的過到 我真的過到那個日子耶 那也不會有去看 他們都有去看 超感人的 然後台灣有個好萊塢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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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最後的時候受傷 十二月一月的時候受傷 但還好那時候一個人拍完了 然後只是後來我最近 最近上的那個MV 就是也是我在腳傷的時候去拍的 就剛好去冰天雪地冰凍 然後那時候在雪地裡拍都沒感覺 都覺得天啊不會痛好開心啊 一回來堂就變得超嚴重 那時候就發現好像 因為平常不會特別有感覺 但是現在就發現像子龍剛剛說的 就是其實一個人還蠻自在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就是朋友約吃飯 我都沒有辦法事先就預定好 因為可能我的工作性質沒有辦法 那麼早就跟人家說好時間 所以我都是當天 比如說欸下午要不要去吃個飯 可是如果真的有在上班的朋友 就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 欸那好像一個人比較自在 所以我現在都是一個人 然後一個人去看醫生 然後最近因為防疫所以就是 大部分都是一個人在家 就看完劇本 然後煮一些地獄料理 因為我就覺得 好像要趁一個人的時候 多多體驗那個 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們順便防疫 順便省錢吃了健康 然後就煮了一些地獄料理 然後就瘦了一點 對 你的地獄料理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很 很不會弄東西 所以我就會把所有的菜都切碎 然後我之前是都丟到泡麵 或是丟到湯麵裡面 然後現在我就覺得 我真的吃到很想吐 所以我就會把菜全部切碎 然後丟進鍋子裡面炒一炒 然後最後就可能加個泡菜 或加個辣椒 就會突然覺得超好吃 但是賣相很噁心 可是非常好吃 但是因為我腳傷之後 胖蠻多的 就是不能運動 所以我最近剛好 吃自己煮的地獄料理 然後每天吃飽飽 但是就是又瘦了 所以想要減肥的人 可以在我家吃飯 沒有 還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不太能動啊 然後我吃的量又不能減少 我不是就很蠻愛吃的 但是因為舞台劇就是 動的很大量 所以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是腳受傷之後 就是真的完全不能動 有一段時間我幾乎不能動 然後我都是坐輪椅跟 都是主拐杖 所以就覺得好像那段時間都沒有運動 就覺得有點重重的這樣 前期比較嚴重做輪椅 就是我在後台或是 就是我在舞台上演完下場 就是直接做輪椅 然後換去換衣服 換完再走上場這樣 然後前面幾天比較嚴重就是做輪椅 這種應該男友要來照顧一下吧 所以這樣體驗男喜劫狼嘛 那時候 那時候因為大家都在工作 所以其實是劇團的人在照顧我 就是劇團的人會有 我剛好有一對夫妻的學長姐 他們就會每天送我回家 然後送我上樓 因為我也沒辦法就是 就是 就是沒 不太有辦法動就對了 所以他們就會直接送我到我家 然後坐在我家陪我吃小夜 陪我吃晚餐才離開這樣 當然要啊 每天演出流很多汗耶 不洗澡很可怕 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浴室 去做一些特技 因為我浴室很小 然後我又沒有浴缸 然後腳就是前面有包紮 其實沒有外傷可以碰水 但是我就很怕自己會甩死 所以我都是一手撐著拐杖 然後很像在拍Vogue這樣 在浴室裡面凹 暈悶無疾 各種凹 就洗完澡 今天其實還好啊 還是可以 還是要洗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你在哪 還是會不會 妳好像在家都不太會問她問題 妳看她說她很期待 但妳都不問她很失望 妳說她會期待我就問她問題 演戲的 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她現在都說我就是後叛逆期 就是都不理她 然後一直跟別人抱怨說 就是我女兒都不理我這樣 可是就沒有啊 我說我也是需要一個人的空間 真的嗎 就是因為我覺得 演戲這種東西好像比較能 就是要自己去體會 去學習比較 比較能感動身受 對 所以我覺得問可能 她的方式跟我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就每個人的方式都不一樣 可是龍哥剛剛是說妳有點不屑 不會啊 沒有 對 沒有不屑就可能 就是看起來 愛離不離的 可能就是 妳知道臉臭 但其實沒有 就是有看在心裡 好像是 就是不笑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像沒什麼要笑的啊 也不會對她笑 就平常在這樣 從小就不會 她只用褲的音樂 就是她 需要想 就是我腦中很多事情要想 就不會想到她 開始在吐頭 會 這個會 就是 從我進到這裡 這個圈子以後 我覺得我們感情好像變比較好 就是 因為以前在家 她都沒有人可以分享 然後她就 喔 那個背景更孤單 現在有我 然後 我就可以跟她聊聊 就是喔 這個圈子發生什麼 今天工作發生什麼事 然後她也會比較給我 一些工作上 可能我要去注意的 就是比較不像在劇裡面 我要去演什麼 她是比較分享 就是這個圈子 比較要注意的 或是她今天工作也做了什麼 然後好不好玩 然後什麼 對 她是說要看妳的心情 看我的心情 哇 怎麼辦 這樣我就是 就是 就在 在外面 別人一看 好像我們感覺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叫不了自己 還不錯啦 所以我就看到 比如說溜溜球 我就會買回家玩 因為都幾十塊 然後我那天看到直笛 我就想說 哇 小時候不是都會用直笛 吹鐵拉尼號嗎 因為網路不是有一個 吹很難聽的版本 然後我就買回家練 我也想要吹很難聽 但是就是 比較麻煩 因為要看鄰居在 不過鄰居在 我就不敢練 有嗎 有嗎 然後 試著 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有時候在網路上看一些 啊我 繼續學英文 就是繼續上一些線上的英文課 然後 因為線上也有很多 現在很多 一些音樂會什麼 它都會免費送妳聽 然後就多花一點時間看 或是一些 我記得很多很多音樂院 或者是紀錄片網站 都有開一些 免費的 的這個 連結去試用 所以大概看一些 這個東西 洗手下 上個英文課 沒有 我很久沒有在健身 就是我已經 不太 著重這一塊了 我最近在做 你們怎麼一直在空間甩戰神 那不一樣啊 那不一樣啊 就是想要你消耗 反正我最近在 我最近在學韓文 然後再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想說趁最近有點時間 想做一些 以前沒做過的事情 讓自己再特別一點 對啊 然後看看劇啊 一樣 跟博威差不多 以前沒做過的事情 像學韓文啊 我發現我年紀到 就是年紀到一定的時候 學東西比較慢 腦袋不好使 對吧 有吧 沒有人 誰要接這個球 對啊 沒有人要接這個球 對啊 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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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我 沒有 我剛剛在想說誰啊 真的嗎 因為看起來都很年輕 對啊 我們剛剛畢業了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不要惹我 真的 不要惹我 對啊 就是因為防疫嘛 所以要在 自己在家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 防疫大使 不要防疫大使 前陣子比較 就是一直在學的東西 當然也只有學習新東西啊 也不能讓自己就 止步嘛 前陣子是在 就是 學一些關於法律的東西 對 怎麼跟我今天穿這樣子 有點 有點大 對 我覺得還是因為 人 我怎麼 我現在在 商業演講 就是 人在這個 世界上 一定要認識的兩個職業 就是律師和醫生嘛 對 那這些相關的 最基礎最基礎的知識 一定要有 對啊 至少說法 你要懂 所以你這樣 多久沒有出去約會 蛤 多久沒 多久 很久了 很久沒去約會 出社會 我出來很久了 我們知道 我們都知道 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沒有 對 你是他在台灣嗎 事業想在台灣嗎 他在 創造101 對 創造1 創造1 要收看喔 要收看 殺頭 當然要先看啦 直接讓啦 對 這個 無庸置疑 所以你們多久沒見嗎 很久了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專研法律 對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專研法律 所以 也大家一起做防疫嘛 對 防疫之餘 專研法律 對 好 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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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有精油 欸 欸 那你一個人都在幹嘛 哈哈 故意要丟球給我 對 對啊 我平常 防疫之餘 其實我最近就是看一些書 欸 我會把以前 就是 可能學習的一些東西再拿回來翻一翻 然後再看影片的時候 我發現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新的感受 對 不管是表演的書也好 或者是我以前 讀了科系的一些相關的書 我覺得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大家或許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學者 對 學者 這個 這個看書之餘還是要記得學法 就跟法 然後我要Pass給我的好兄弟 我先 剛剛那個泡澡我先 成績一下 我後來發現我除了 泡澡 我還很喜歡 就是我一個人的時候超喜歡 大掃 但那個不是只是真理而已 就是我除了掃的 擦的清的很乾淨 我還創造出 完全不同的空間感 就是不用一些光啊 或者布 或者是 對 對 我很喜歡整理 然後 大概每隔一個月 我的家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樣貌 對 就是我一個人很喜歡做的事 但是只要有人一出現 我馬上就不行 我就沒有 因為我很享受 在那個一個人拚拚拚拚的過程 我們可以一起學法律 這樣聽完 大家都好像 會 真的疫情過的時候 大家都有第二專長 然後開始會有什麼法律師啊 然後室內 空間設計師啊 防疫期間 就是 還是要生活 所以多數時間 其實只要沒有拍戲的時間 都是去打工 然後練拉花吧 我覺得練拉花是最近的比較 比較 有一點成就感的事情 因為一開始就拉出一件器官 然後器官拉我 就開始變成一些 因為這叫拉愛心 最基本上 開始會拉出一件流 就是 腫瘤的感覺 然後到現在 總算可以有愛心 然後朝著夜的邁進這樣 就上面 這件事情 讓我比較有成就感 對 已經是愛心了 對 加油 在一個人的時候 比較常看書 就是我最近訂了蠻多書的 就是想說 就算在家 因為以前 看書這件事好像 會沒這麼有耐心 然後現在是 比較多時間 一個人在家裡 好像就看了下去 然後就訂了很多書啊 小說 詩集什麼的 然後還訂了話劇 就是想要就是畫畫 因為我 怎麼了 覺得畫畫是一件 就是你可以把腦袋放空 的事情 就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就蠻舒壓的 有看這些 有片花 有什麼